朋友们好,很高兴访问HT News台湾频道,现在,迪丽热巴和杨阳新剧甜美互动,肖战无缘新剧。 迪丽热巴在社交平台上晒出一张亮照,并配慈你好,不屑一顾老先生杨阳。 杨阳也快速做出答复也晒出了自身的帅照,并配慈你好,随处可见乔晶晶迪丽热巴。 两个人的甜美互动交流是在为官方宣布新电视剧《你是我的荣耀》做宣传。 他们这样的互动让热巴和杨阳的CP感直线上升,俊男静女。 让网友们大呼希望乔晶晶,于途老师,我们等你。有戏哈哈。 此前《你是我的荣耀》一直网爆男主为肖战,尽管肖战仍在商谈环节, 但在网上却一直广为流传着大量肖战和迪丽热巴参演本剧的宣传海报,掉足了粉丝的胃口。 肖战凭着陈情令快速爆红,获得了许多人气质。 现如今《你是我的荣耀》官方宣布男主角并不是肖战,也令许多网友心凉凉。 《你是我的荣耀》由顾曼的同名的小说改编而成。 顾曼大家可能不熟悉。 但说到何以声肖默,微微一笑很清诚大家就都知晓了吧,都是出自顾曼之手。 顾曼的写作风格大多数以温暖欢快主导,青春校园的气质在里面, 这两年爆红的青春偶像剧都是顾曼执笔的。 《你是我的荣耀》叙述的是长相及高总流量女星和学史上最强航空航天技术工程师的爱情小故事。 《你是我的荣耀》这部剧讲的是高颜值、高人气质女星和航天工程师的甜美爱情小故事。 高颜值、高人气质简直就是迪丽热巴的真人版,在娱乐圈,迪丽热巴的颜值那是女神级别。 杨阳扮演学史上最强航空航天技术工程师。 大家都知道,杨阳演这种角色都是家常便饭了。 像微微一笑很清诚杨阳在这其中全是扮演的也是颜值爆表。 技术过硬的游戏大神。 此次参演《你是我的荣耀》,许多粉丝也担心这会不会使她的戏路有局限性。 但是,从以往的经验来看,这类青春偶像剧更非常容易变成爆品。 且杨阳虽已29岁了,但长相和演技绝对不会输给其他演员,彻底有扛起这一部剧的资产。 迪丽热巴如今也恰逢工作高升环节,此次他俩的合作要是能得到观众们的喜爱,那真的是好事成双。 粉丝们也是激动的心啊,非常期待他俩的合作,评论区都爆满了。 但杨阳和迪丽热巴也是第一次合作,俩人会擦出什么火花,还是等开播我们再一宝眼福。